而今年的漢光演習在屏東佳露堂還有滿風訓場分別實施了兩棲登陸作戰 還有灘案的殲敵作戰 18台兩棲突擊登陸車在佳露堂依序搶灘上岸 而在滿風訓場這邊呢 則是自走炮、泳車、戰車一字排開 還有雷霆2000火箭朝著海面依序發射 攻擊敵軍船艦場面非常震撼 早上8點40分攻擊發起 海軍陸戰隊的弟兄分別搭乘18台兩棲突擊登陸車 分成三個周波搶灘登陸 岸上的防衛部隊立刻出動F16戰機 投射熱焰彈企圖干擾突擊車登陸 再離岸邊200公尺左右兩棲突擊登陸車 先投射煙霧彈接著再噴發大量白煙 希望能夠發揮七敵作用 突擊車一上岸 車長立刻用機槍壓制岸上敵軍的火力 海軍陸戰隊的隊員立刻下車攻上攤頭 負責防守的陸軍333旅 甲車 坦克車全員出動 跟海陸弟兄近距離搏火 場面震撼 除了加入堂之外 在滿風訓場也實施灘案兼敵作戰 模擬敵軍從海上進攻 企圖搶灘登陸 岸邊的火炮部隊利用炮火射擊反制 包括M119、M110自走炮、永虎戰車 還有雷霆2000多管火箭跟雲豹甲車 依序發射場面相當震撼 希望能夠用殘短火力交織出的火網 達到各組殲滅以及的功能 記者李保倫 郭旭輝 紅龍斌 宇昭燕 SNG小組 屏東報導